整個頂樓應該是燒掉了 火車不斷從頂樓竄出 透天錯火警 大火快速延燒到隔壁 消防隊出動十多台消防車 終於控制火勢 但火場內有人受困 不久消防隊員從民宅救出一人 80多歲的老婦人被救出時 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一旁的家屬好焦急 你讓他們一起去 在家 家屬不斷起 火災發生時阿嬤正在三樓 浴室洗澡根本來不及逃 不冷阿嬤在洗澡 冒煙這個窗戶被救出來 寒冷的夜裡突如其來的大火 受波及的透天錯內阿嬤 急救後依然回天乏術 警方初步研判情火點是在頂樓 提醒您天冷用電得多小心 大家新聞屏東綜合報導